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着急了点啊 北约无碍 但也需要静养 不过北约现在的病确实需要静养 这个时候你们夫子就不要见面了 让他劳了心神 你说是不是啊 王兄啊 你看我们兄弟俩多年未见 这样 你现在随寡人回宫 一定要多住些日子啊 你那里就不去了 我就住在四王府 住在四王府 忘了跟你们说了 从今天起 子晴将专心照顾四王子 四王府相关政务 将全权托付给安王 王爷隐世多年 四王妃竟如此神通广大 能请王爷出山 四王妃的本事 着实令人惊叹呀 过奖了 本王若是再不出山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 天阙无人 就这么乱下去吗 王兄所言 难道是说寡人治国无方 我说老三哪 当年本王不与你争夺王位 难道你以为是本王不辱你不成 本王是想远离朝政 暗乡万年 无奈啊 实事弄人 本王是真不忍心看着 老祖宗辛苦打下的江山 就毁在你手里 好了 王上不过是一句玩笑话 王爷何须认真计较呢 都是军事兄弟 别伤了和气嘛 你看啊 我这个王兄还是当年那个脾气 王兄啊 有你坐镇四王子 一应事物 有人打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王兄 别生气了 这样 现在随我回宫 百下宴席 咱哥俩多喝几杯 喝酒就不叙了 就希望你今后好好做你的国君 群就要有军的样子 事后不早了 王上还是早些回宫啊 那王兄就受累了 走 起驾 王上慢走